我覺得對以色列來講 並不是有意願要介入美國總統的險局 因為你看拜登雖然每天在罵內塔尼亞胡 甚至髒話都罵 而且已經罵的不停了 好像一個年老的老頭子 髒話不斷的在罵 但是問題就在於該給錢還是給 該給武器還是給武器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即使拜登 這麼不喜歡內塔尼亞胡 美國對於以色列的支持力道 不會因為總統而改變 我覺得這個 所以對於內塔尼亞胡來說的話 誰當總統都一樣 對 他介入美國總統內部的選舉 對他來講不見得有利 他也不會想 因為如果內塔尼亞胡真的介入美國總統選舉 這反而會得罪美國人 也會得罪美國的猶太人 美國猶太人可以支持他的祖國 可是他並不希望 他的祖國的領導人 做事做到讓他在美國的處境 四面楚歌 在美國的猶太人雖然是長有權勢 可是人數少 一個長有權勢而人數少 一旦觸中犯的時候 那個不要以為他們真的有權勢 其實他們也很脆弱 這個就好像說平常你在無事的時候 你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可是你一旦碰到了他們白人的底線 就是碰到美國白人的底線 美國白人說這個底線你已經碰到了 你們猶太人不可以來決定我誰當總統 因為我是安格魯撒尋主義的 猶太人不可以預約到這一地步的時候 那一些在美國的猶太人 他們的處境就會從絕對的優勢轉變為絕對的劣勢 這是危險的處境 即使你長有報社把你殺掉奪取 你長有華爾街把你奪取 把你的生命殺掉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倒認為對於在美國的猶太人來說的話 他不會允許內塔尼亞胡手伸到這麼深 我愛我的祖國 我會支持我的祖國 即使我是美國人 然後我愛我的祖國 即使那個祖國是遙遠的祖國 可是他可以支持他的祖國 可是你不能夠讓我跟我的後代在這個地方 他面對於絕對的劣勢 絕對的逆轉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倒覺得內塔尼亞胡不敢 也不會蠢到去干涉到美國總統內部的選舉 可是對內塔尼亞胡為什麼一定要報復 因為他不願意被周邊的國家解讀 也包括他國內的鷹派解讀他軟弱 他如果不反擊會被國內的鷹派解讀他軟弱 這個對他的政權不保 因為他現在賴以生存的唯一的法則就是極右翼的繼續挺他 可是問題是在於如果極右翼的不挺他 他在於國內他的生存的原則的籌碼就不見了 他會下場會很慘 所以他也要保自己的命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也不希望這個實業派的人看他是軟弱 所以他勢必要反擊 但是問題就是他又不想跟伊朗爆發全民性的戰爭 他又不想 伊朗也不想 雙方都不想 問題是雙方都不想 但雙方都必須要去做動作 你說人類的愚蠢又還有比這個更愚蠢嗎 要給國內交代 對你也可以說他們是無奈 但問題就在於 人類就常常把自己陷入這個困境 他走不出這個死胡同 王毅試圖要幫他們解開這個死胡同 那現在看看就是說 這個伊朗可不可以用精準的導彈 很精準喔 不是伊朗 就以色列看這次能不能用很精準的導彈 但是那個飛行的速度很長 可是彈頭的TNT的當量很小 然後就找你的伊朗的空軍基地 因為你上次打我都是空軍基地 我也打你的空軍基地 然後但是當量很小 所以很精準的炸到你的一些跑道 還有一些這個機棚 可是你的機棚剛好裡面沒有飛機 你的機場剛好沒有人 然後也炸完了我很精準 證明我有這個能力 但是你都沒有死人 那這樣的話就是可以了啦 然後就請中國老大哥幫幫忙 跟伊朗說就這樣子嘛 然後伊朗就說我一定要反擊 好我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反擊 但是一個禮拜過去了 兩個禮拜過去一個月過去 兩個月過去 如果再怎麼樣我就一定反擊 那這個是保留反擊的權利就好嘛 就是說我們常常講我們保留訴訟權 法律追訴權 法律追訴權 所以我叫保留缺制權 但是是一年追訴還是十年追訴 可是好像也不能超過一年 他有期限的 法律追訴權是有期限的 但是這個是政治的 沒有期限的 你也可以一百年後再追訴 所以這樣子大概就過去了 如果能夠這樣的話就皆大歡喜 我們也希望 這個以色列打完以後給伊朗眨眨眼 然後請中國大陸 中國老大哥幫幫忙幫幫忙 幫我跟伊朗說一下眨眨眼 大家那你也強烈的反應要反擊 但是這個追訴期拉長一點 讓我這整個事態過去以後 大家就忘記了 大家演一場戲就好 演一場戲 不要真打 目前唯一能幫忙的真的就中國大陸 不過現在以色列宣布 真主黨旗基本上已經剿滅了 就是繼剿滅哈馬斯之後 以色列說13個領導的高層 已經死了11個 只剩下兩個還沒有處理 我相信以色列的情報 跟他的精準的外科手術的打擊 是有效的 這個斬首 我相信他是有效的 因為他們偶爾有時候會有一兩個疲漏 例如說以前都說這個已經被殺了 結果就冒出來了 這個有可能 但是大疲漏是不可能 虛報戰果我想也不會 但是問題就在於效果不大 效果有但是不大 為什麼 我的觀察是真主黨已經建立起他們自動的權力繼承 就是說他們已經制度化了 你看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你看真主黨的領袖被殺的第一時間 然後他們的二號人物就接了 不是不一定是名義上的二號人物 就是實質上安排二號人物他就接上來了 二號人物又被殺以後三號人物就上來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黎巴論的真主黨 他們已經建立起一套職務代理人 或是職務接班人的體系了 那這第一個 所以永遠有指揮官會站在指揮官的位置上 只是說他的經驗跟能力可能沒有那麼強 但是也不一定更弱 他只要經過幾次的實戰 他就有更大的能力了 也可能釋放出更強的能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伊朗的協助 伊朗是已經打了幾十年的戰爭 從兩伊的十年戰爭 後來跟美國的游擊戰 然後又打伊斯蘭國 你看已經打了這個一二十年的戰爭 所以伊朗的這些軍官 他們都是有很深的作戰經驗的軍官 你看這一次炸的時候 就炸死了一個伊朗的高階軍官 這代表什麼 伊朗的高階軍官有進去真主黨來協助他們 你認為伊朗會再派更多的軍官 有實戰經驗的軍官 進入黎巴倫的真主黨那邊來協助他們 輔導他們去站在指揮的位置說 你可以怎麼做怎麼做怎麼調兵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我在觀察的是 它的最重要的是在於 它的指揮通信系統恢復了沒有 如果大陸的那批手機到了 那可能很快的他們就恢復了 指揮通信系統一旦 但指揮通信系統一旦恢復 而美國跟以色列目前找不到這個破解 害進去的這個能力的話 那當他們的指揮通信系統一旦恢復起來 他們的作戰力就會慢慢的表現出來 所以要完全的剿滅他短時間之內不容易 不容易 好另外這個有關於 這個以色列打黎巴嫩南部這件事情 馬克宏也挑出來說話了 他說呢不要這個 不理聯合國的決議 對 那他還指著以色列的納坦雅胡 所以你就是靠他才建國的 對以色列來說胡說八道 我一直是八年就建立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 如果沒有聯合國的同意 沒有聯合國的承認 沒有聯合國的讓他入會以色列 不可能成為一個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他會變成一個灰色地帶的一個國家 就好像今天的巴勒斯坦一樣 那這樣的一個國家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問題在於 這個馬克宏講話沒有用 因為最主要的還是在於美國的態度 而以色列就是吃力美國 然後當美國挺以色列的時候 那任何一個歐洲的國家 即使表達反對意見 但是問題就在於安波利西邊 布蘭尼怎麼樣 找美國 那美國人就說 我雖然很討厭他 他很討厭 我真不喜歡他 但我還是要給他錢 給他武器 給他彈藥 而且呢 給他在聯合國的所有的外交支持 所以你們也就看在我命之上 放他一馬吧 他是狗廢火車 對沒有用 像美國就來個實際的 他把他的這個B2轟炸機飛到中東去了 他說是要打胡塞組織的 這個有效喔 這個隱身戰略轟炸機 那基本上來講 以胡塞組織 除非胡塞有俄羅斯 給他更強大的防空系統 不然的話 傳統的雷達真的看不到這款飛機 所以對於胡塞來說的話 他會構成更強大的作戰力 但是他千萬不要被打下來一架 那不只是他的造價昂貴 而是他飛機上的那些機密資料 對於大陸跟俄羅斯來講 他們是渴望到不行 大家趕快去搜索殘骸了 那個美國搞不好要出動 最龐大的海軍陸戰隊 死了多少人都要把他搶回來 但是千萬不要落在這個夜門的土地上 落在那個地方可就麻煩了 空險很大 好來看烏克蘭 烏克蘭的這個最新的戰況 這個烏克蘭東部有一些民眾 正在大規模的這個疏散當中 是代表俄羅斯對於基輔 對於哈爾克夫的攻擊 現在要更密集了嗎 我覺得烏克蘭在東部戰區 他的處境越來越不利了 他北部的庫爾斯克 目前他所原來佔領的土地 有45%左右 又被俄國奪走了 俄國現在又重新把末日將軍啟動了 然後據說很有可能 朝鮮軍也會去支援作戰 所以他的有勝戰力會比烏克蘭還要多 烏克蘭的北部 他的精銳部隊 可能烏克蘭搞不好撤不回去 會全部被殲滅在那個地方 另外紅軍城旁邊的幾個 護衛他的防線的村莊都被打下來了 所以已經形成一個包圍圈是越來越縮小了 那紅軍城一旦被打下來了以後 他們就會往聶伯河 聶伯城開始打 因為紅軍城一旦打下來 俄羅斯直接推近30公里到40公里的可能性很大 接著就壓迫到聶伯城了 然後就會往北推 可是在哈爾科夫這個地方周邊 因為俄國這次打法跟以往不同 俄國這次的打法是從外面 用鄉村包圍城式的方法 先從外面一個一個慢慢吃 吃得很慢 但是都吃下來了 所以現在往城裡面再縮小包圍圈 我覺得俄國本身對於烏東地區的戰爭的態勢 越來越向俄國起邪 對基輔來說他越來越守不住了 他的兵力也不夠 所以哲倫斯基才到處去推銷他的所謂的 勝利計畫 叫做脫北夜下水計畫 脫北夜下水計畫 因為不叫勝利 不會勝利的 因為你看他的內容就知道簡直是太可笑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哲倫斯基來講 他可能面臨最難的一個處境了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非常危急的狀態 極有可能在美國大選之前整個俄烏戰爭就會宣告結束嗎 不會 也不會 也不會到那麼快來 不會那麼快 沒那麼快 因為俄國打得比較保守 他慢慢來他不急了 因為戰爭態勢對他有利的 剛開始的時候出戰的那一年對俄國來講勢如破竹 可是問題就是他打得太快了 他的軍隊分散太多 所以他後來吃不下來 然後就轉入防守 那現在他又從防守轉入攻擊 那目前來講他的打法修正了上一次的打法 他這次打的是慢慢打 慢慢打對於俄國來講的話 他有利 為什麼 因為他的軍力跟火力優於烏克蘭的軍隊 所以他可以慢慢打不急 而且戰場是在烏克蘭 不是在俄羅斯 時間站在俄羅斯這邊 戰場又在烏克蘭這邊 剛才講是非常有利的狀態 毀掉的都是烏克蘭的房子 城鎮還有工業區 但是並不是毀掉俄羅斯的